五郎君 郑航找 好久不见 你找我有何事 我前来祝贺聚宝斋与康郎君签成了契约 不过我又听说 聚宝斋是否还差一些色色 我明镜台尚有余亮 前来毛遂一次见一下 苏木哲 是你在收色色 你看你这话说的 明明是郑航手事务繁忙 我替着分忧罢了 此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 不必了 我聚宝斋自由渠道 苏掌柜 你花大价钱收了色色 明镜台恐怕是周转不开了吧 你还是忧心忧心你自己吧 也是 是我苏木哲自作多情了 不过郑航手 我倒是觉得 明镜台 可能是您唯一的退路了 告辞 苏掌柜 请慢 坐下来 我们慢慢谈 苏掌柜 请 吴郎 上茶 阿姨 吴郎君 不要太烫的茶水 来 掌柜的 水温事宜 苏掌柜卖用了 正午了 这扬州城里 色色的价格水涨船高的 所有人都在官网 都想说盼着有个好价钱 但其大头呢 不过也就在这几家之中 在我一人手中 往北 康郎君一路南下 收获了了 正往南呢 就算广州的船运过来 也需粤鱼 若是聚宝斋余期交付不成 我明镜台也能替聚宝斋 做成了这单买卖 刚才您也提醒我了 如今我明镜台的确是 资金周转不开 不过也所谓船小好掉头 我不过是把这些色色 捂在手中歇叶粤鱼 也能熬得过去 没什么好担心的 苏长官 直接说价钱吧 大家都是扬州宝航 自然就该互帮互助 何必拼得你死我还呢 价格之势呢 聚宝斋再好好想想 我相信 定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 我在明镜台 随时恭候 那我先告辞了 阿姨 五郎以为 虽然苏木哲狮子的掌口 但我们也不至于现犯乌龟 总好不康明的巨额背 哎呦 哎呦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阿姨 是我手滑 哎呦吓我一跳啊 我以为正好是我生气了 没事就行啊 人没事就好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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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